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日军军官,这个军官就是川岛方子的干爹,日本著名的多田郡,他被日本称为谁最仁慈的将军,因为反对日本攻打南京城,受到了日军排挤,最后在军事法庭上,被国际法庭判处无罪。 多田郡是日军华北方面的司令,在1906年进入东北任关东军将军,而关于他的认识,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川岛方子的干爹,川岛方子是日本最为著名的女间谍,其传奇的一生至今也被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熟知,据说多田郡和川岛方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 多田郡这个人在日本内部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,因为他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,在对华作战上也是观点非常明确,但是他因为过于仁慈,最后被日本所排挤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在1935年的时候,多田郡接替梅金美智郎担任了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官,对于日本对华战略,他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。 观点一,彻底驱逐华北所有的抗日分子。观点二,华北经济圈的独立。观点三,华北五省进行军事合作。 这三个观点的提出,很好地表明了多田郡的对华态度,也表现了他的军事能力。 不仅如此,他还提出了中日苏三国的关系,他认为苏联才是日本真正的敌人,对于中国的战事不应该过于夸大,并且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中国人屈服。 这些观点的阐述都表明了多田郡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,但是由于多田郡也是一个仁慈的将军,因此最终被调回了日本本土任职。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仁慈的将军呢? 因为有一次,一个学生问他,如果俘虏了一万名中国士兵,您会怎么处理呢? 结果多田郡说,我会缴掉他们的武器,让他们回去。 正是因为这个回答,不久之后,他就被调回了日本,并且在日本担任对华的陆军下达指令。 后来日军开始了对南京作战,多田郡主张通过谈判的形式来解决南京问题。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,日本天皇进人直接跳过了多田郡发布军令,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多田郡在日本遭受了极大的排挤,最后不得不辞去职务,于是在1940年回家了。 后来日本战败了,多田郡也被列入甲级绽放的行列,但是在审判下达之前,多田郡就因为胃癌去世了。 六天之后,关于多田郡的审判出来了,国际法庭给多田郡的审判结果是无罪,而他也成为了日军将领中极少数被判处无罪的人。 讲到这里,想起了多田郡说过的一句话,日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日本人自己。